现时去看最快进入的加息周期是9月份 因为联储局的议息最快是9月份的状况 但现时来说除非联储局9月份的时候 也加了4分3厘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香港进入加息周期 现在的估计是一半半的 今天不止了 今天高了到57% 很难说过一两个星期后 可能会变成加2分1厘 概率又高了 暂时不确定性 基本上可以有个心理准备 如果是联储局加4分3厘 我们就会比较大机会 9月会进入加息周期 如果相对上 它也是加半厘 还可以再等一等 所以无论是第四季也好 或者可能是明年第一季 才进入加息周期 我想大家都已经有个心理准备 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